31岁的,作为一个女孩,也是一个大力青年啊,还依然战斗在这个搏击场上,值得敬佩,敬佩 看到唐欣的直接后手拳是打到维尼萨,现在也是以拳法予以回击,双方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明显的缠斗的意图 在昆仑决的综合格斗的规则是沿用了国际统一的综合格斗的规则 踢打摔拿都是被允许的 不要着急,这个唐欣这个 而且本次呢是,女子们的比赛也是每回合五分钟,要打三个回合 那对体能是考验非常严格,这些,在高原上 再加上我们有着2300米海拔的高度 这个唐欣不要靠对方太近,我觉得对,用拳做他行了,你对应比,告诉对方10公分啊 唐欣现在以拳法开路,进行铲暴,好像唐欣拿到了一个不错的把位,脚下10棒 好,骑上 现在直接是有着乘起的位置,现在唐欣是先稳住阵脚 别着急 腿开,地面吹劲 我看到唐欣是用利益关佑的十字铺 看能不能做成功,非常的紧 不要他翻过身来就完了 有没有,有了,有了,十字铺下鼓 我看一下这个十字铺的慢镜中回放 差点翻过去,你看见没有 是的,Lalisa也是在奋力的抵抗 他要当时这个腿对,他不拿这个腿对,压住的话,他意愿翻过去了就 对,压住头,压住他的大躯干 对 祝贺唐欣 本场比赛 结果裁判裁定 红方选手在第一回合2分0次鸟 手臂十字铺,胜负获胜 国际玫瑰,唐欣 十字铺,胜利